大家好,欢迎进入并购模型的第二讲 上一讲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并购模型的基本知识 以及使用Excel搭建并购模型的具体操作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来搭建一个实际的并购模型 那在上课之前呢,请大家到华尔街学堂的资料区 下载并购模型的模板 然后在上课过程中呢,也请大家跟着我 一步一步的来完成这个并购模型的搭建 上节课呢,我们介绍了并购模型搭建的五个关键的步骤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呢,是对收购方以及标的公司分别进行财务预测 这一步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Excel搭建模型当中 已经帮大家预先进行了这个财务预测模型的填充 这个财务预测的基本方法呢,是和我们上一章节讲过的这个财务预测模型的搭建 是完全一致的 那第二步呢,就是进行交易条款的一个假设 包括收购价格以及融资结构等等 然后第三步呢,是进行商誉以及收购对价的分摊计算 然后接下来呢,第四步是合并收购方和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 最后呢,基于这个合并报表进行模型结果的一个分析 好的,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将会依照这样的一个步骤 来完成我们这个并购模型的一个搭建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模型的整体结构 第一页照例是我们的封面页 包括模型的一些基本信息 公司名,最近资产负债表日,货币单位等等 然后接下来呢,是交易条款页面 其中呢,包括主要的交易条款的假设 以及资金来源及用途的表格 和这个商誉的计算表格 然后下面呢,是一些简单的计算 包括这个合并公司股票的计算 然后还有供应价值调整的计算 协同效应的一些假设 以及这个并购债务和发债费用的一个时间表 那接下来呢,是这个收购方 和标的公司分别 他们各自的这个财务预测模型 结构呢,包括这个假设 中间计算表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以及这个财务状况分析 这个和我们之前讲过的都是完全一致的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合并公司财务模型 还有这个合并公司的这个中间计算表 以及合并公司期出资产负债表 这些呢,这三张表都是需要我们这节课来完成搭建的 然后最后呢,是这个交易分析页面 我们会对这个美股收益的增值 以及稀释进行分析 然后呢,会对这个收购方原无股东 所有权的一个稀释状况 进行敏感性分析 然后最后呢,对这个公司的信用状况 进行一个计算和分析 那么首先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一下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的财务预测 我们已经,模型当中已经帮大家搭建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跳过 然后直接进入第二步 就是交易条款的一个假设 首先来看一下交易数据 这个表格 包括这个收购方的信息和标的公司的信息 公司名呢,我们为了大家方便 直接起了这个收购方和标的公司 这两个名字 然后最近历史年末 也就是这个并购交易完成的时间 我们设定为第零年 然后以后这个预测期开始 分别为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一次类推 然后接下来 货币为美元 然后交易日期为第零年 交易代码分别为Buy和Target 然后未受影响的股价呢 是指这个 交易公告之前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分别的股价 邀约溢价 是指收购方对标的公司 他这个美股报价 是叫他未受影响的股价 溢价百分之 现在是假设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邀约股价呢 他的计算呢 就等于这个未受影响的股价 乘以一加百分之三十 这么一个邀约溢价 这里大家看到Premium 显示的 其实是我们对这个 单元格第十二进行了一个命名 把它命名为了Premium 这一架 然后接下来是流通在外股数 包括基本股数和西市后的股数 这个西市呢 是考虑了 所有这个西市性潜在普通股的影响 包括期权权证 或者是可转债 这里呢 我们假设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 他所有的这个西市性潜在普通股 都是期权 当这个期权的行权价格高于 目前的市场股价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价外期权 不会产生新增 普通股的影响 然后如果是行权价格低于 目前市场股价的话呢 那就是价内期权 会产生一个西市性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收购方 这一块 有两类期权 一类是行权价24.74 这个是一个价外期权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可以使用一个max的函数 市场股价减去行权价格 和0这两个数去最大 较大值 乘以这个期权的数量 除以目前市场股价 然后第二类期权呢 我们也采用相同的方法 来计算它的稀释效应 同样标的公司 也是采用同样的 我们上节课讲过的 库存股方式 来进行计算 这里需要注意的呢 是对于标的公司 我们需要采用这个 邀约股价而非市场股价 作为一个和这个 行权价格比较的基础 OK这样我们就得到了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 他们的这个稀释性股票的数量 然后稀释后流通在外股票数呢 就等于这个基本股数 加上这个稀释效应 产生的新增股数 OK然后下面 未受影响的市值 这里呢我们基于这个 稀释后流通股数 来进行计算 然后这个标的公司的股权收购价呢 就等于 每股的邀约价格 乘以稀释后 流通在外股数 接下来进负债这一块呢 需要连到收购方和标的公司 相应的这个报表上来 我们选用这个第零年的数据 接下来这个其他债务等价务呢 包括其他类似于负债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这个养老进波贝啊等等 然后接下来未受影响的 企业价值就等于 未受影响的市值 加上进负债 再加上其他债务等价务 Ctrl R 得到这个标的公司的 未受影响的企业价值 然后邀约企业价值呢 那就等于这个标的公司的 股权收购价 加上报告进行负债 和其他债务等价务 OK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交易 关键数据的一个计算过程 接下来来看 在这个主要假设表格当中呢 我们对并购债务的利率 然后含有一系列的费用 包括雇用费啊 然后发债费用啊 等等进行了一个假设 然后这里我们是假设 股票融资是 占40% 这里股票融资是指发行 新股给这个标的公司的原股东 来进行一个换股的交易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债务和现金融资呢 就占剩下来的60%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对这个买方在此次并购交易当中 最高可用的现金 以及按照供应价值调整后 标的公司新增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 调增了这么一个金额 进行了假设 那基于这些数据呢 我们就可以来填写这个资金来源及用途表 以及进行商与的计算 首先来看一下资金来源及用途表 股权收购价这块 那就等于标的公司的股权收购价 然后净负债 净负债再融资 这里呢 我们是设置了一个再融资的开关 它的取值为01 释放在了主要假设这块 然后乘以这个标的公司的净负债 然后交易顾问费呢 我们是假设它占要约企业价值的1% 债务发行费用呢 这块我们先控一下 我们是假设它占已发行债务的2% 这个已发行债务会在下面计算 进行计算 然后这个股权发行费用呢 等于股权发行的规模 乘以费率0% 也就是没有费率 上节课我们讲过这个换股交易 我们一般假设它是零费率的 然后总资金用途就是 以上各项的加总 收购方现金 这块我们假设它是 把目前最高可用的现金 都用在了这个并购交易中 然后这个股票发行 我们假设它占股权收购价的40% 然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债务发行这块 这个债务发行的规模呢 是和总资金用途相关的 因为这个总资金用途 必须等于这个总资金来源 而这个总资金用途当中 包含这个债务发行费用 债务发行费用呢 等于债务发行规模的2% 这么一个费用比率 那么假设这个总资金用途当中 除了债务发行费用之外 其他部分呢 我们假设它是A 而这个总资金来源部分 除了债务发行这块 其他部分我们假设它等于B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A加债务发行规模乘以2% 等于B加债务发行规模 那求解方程式 就可以得到 这个A-B 除以1-2% 就得到了这个债务规模 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 然后这个债务发行费用呢 就等于债务发行规模 乘以发行费率2% OK这样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资金来源 及用途表格 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商誉的计算 我们上节课也讲过 这个商誉等于股权收购价 减去可辨认进资产的 公允价值 股权收购价 我们刚才已经计算出来了 然后净资产公允价值这一块 首先是标的公司 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 这个我们需要连到标的公司 第零年的股东权益这一块 然后再减去标的公司 现有的商誉 同样也是第零年的数额 然后固定资产调增 我们在这个主要交易假设这一块 也进行了一个假设 可以直接把它引用过来 然后由于我们这个按照 公允价值 对资产的价值 进行了一个调增 那相应的会产生 DN所得税负债 这里需要注意 我们是基于这个预测期 它的这个边际税率 来计算DN所得税负债的 这里注意这个商誉的计算是 股权收购价减净资产 供应价值 我刚才都差点算成了这个加 因为你看现在这个净资产 供应价值其实是一个负数 为什么呢 因为减去的这个标的公司 现有的商誉这块非常大 把它这个标的公司 股东权益源有的账面价值 和固定资产调增 以及这个新增无形资产 这块都抵消掉了 产生了一个负的净资产 供应价值 这个正负号需要注意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并购模型的前三步 那么在编制合并报表之前呢 我们来对这个合并报表过程中 需要用到的一些关键数据 进行一些计算 包括就合并公司的股数啊 供应价值啊 调整啊 以及这个 并购并购债务的偿还 时间表等等 首先来看合并公司的股数 这个是 基于这个买方在交易前的股数 加上为本次并购交易发行的新股 买方第一年流通在外的基本股数 加上这个 本次并购发行的新股 那就等于股票发行的总金额 除以未受影响的每股股价 然后两者相加 得到这个合并公司第一年流通在外的股数 这里注意 我们现在计算的是 加权平均的一个流通在外的股数 所以我们在 计算的时候 引用的也是这个买方交易前 流通在外加权平均股数 而非这个收购方 买方在这个交易时刻 它流通在外的基本股数 这个是有一定区别的 然后稀释后的股数 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然后相应得到这个 以后各年的股数 我们在外加权平均股数 好 接下来来看这个 供应价值调整这一块 包括这个固定资产调增 然后新增无形资产 以及地缘所得税负债 第零年期末的固定资产调增 我们已经进行了假设 200万 第一年年初呢 这个数额就等于第零年年末的数额 每年呢 这个固定资产调增这一块 也相应的需要进行折旧 折旧的金额呢 以年初的这个余额为限 这就期限是十年 新增无形资产呢 也是用这个类似的方法来进行计算 这里再计算这个无形资产摊销这一块 需要注意一点 因为这个无形资产啊 分为使用期限 可确定的无形资产 和不可确定的无形资产 当这个 它的使用期限 不可确定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对 这个无形资产 每一年来进行摊销 而只会进行一个简直测试 所以这里 当这个 摊销的年限为零的时候 这个无形资产是 使用期限不确定 因此不需要进行 每年的这个摊销的 而当使用期限大于零的时候呢 有一个确定的 数额 那我们就采用同样的方法 来对无形资产 进行一个摊销的计算 接下来地研所的税负债 这个地研所的税负债呢 是由于这个固定资产 调增和新增无形资产而产生的 那随着每一年 这个固定资产折旧 和无形资产摊销 这个地研所的税负债呢 也会下降 就是这种地研所的税负债呢 是 现在我先先刷这个地研所 再来地研所 再来地研所 这种地研所 可是您没关系 这种地研所 这种地研所 然后再来地研所 然后再来地研所 再来地研所 Ctrl复制到以后隔年 接下来来看协同效应 这里呢我们是假设协同效应 是体现在我们会对每一年的这个销售及一般管理费用进行减少 这里是直接预测了SGNA费用减少的数额 那么呢我们也通过计算SGNA的减少 占考虑这个协同效应之前总的SGNA的费用的比重 以及这个SGNA的减少占营业收入的这么一个比重 来对协同效应的假设进行分析 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 注意这里协同效应前SGNA和营业收入都是合并公司层面的 这一步的结合就是这样的减少 是这样的减少的效应 我们在家中的减少的这些 我们在因此减少的效应 可以说一会 是这样的减少的效应 我们在这一步的效应 我们可以使用坐下来看协同效应 我们可以用这个效应 计算得到 结统效应会带来 SGNA有0.8%的下降 并且带来利润率0.2%的提升 接下来来看一下并购债务的时间安排 第零年的期末债务 就等于我们在资金来源和计算表当中 已经计算得到的这个债务发行量 每年这个还款计划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假设 然后利息费用这块呢 我们假设采用期出和期末的一个平均 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利率是6% 另外发行费用这块 发行费用虽然是在债务发行时一次性支出的 但是呢需要随着这个债务发行的期限 进行一个摊销 谢谢大家 这个债务发行的时候 我们下期间的重量 来到一个平均的位置 我们下期间的重量 在下期间的重量 我们下期间的重量 下期间的重量 将近期间的重量 正前期间的重量 我们下期间的重量 我们下期间的重量 Ctrl R得到以后各年的债务还款的安排 以及发行费用摊销的这个时间表 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合并报表的编制的环节 首先是准备交易完成时的这么一个合并公司期出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第零年的这么一个资产负债表 我们上节课也提到 在对收购方和标的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加总的基础上 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我们一项一项来看 首先现金及等价物这一块 需要减去收购方为此次交易所付出的现金 同时呢 如果我们对标的公司的净负债进行再融资的话 那就需要减去标的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这一块 这个Refine是我们之前定义的再融资的一个开关 大家很记得吗在这个交易条款页面 单元格i6 然后接下来 非现金流动资产这一块不需要进行调整 然后固定资产这一块 我们需要按照供应价值来进行调增 商业这一块呢 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商业 然后加上 由于此次并购交易新增的商业 无形资产 需要增加这个新增的无形资产 1500 然后其他长期资产不变 短期负债这一块 如果我们进行再融资 那就需要减去这个标的公司的无形资产 非债务流动负债不发生变化 其他长期负债呢 这里需要加上 由于我们对这个固定资产 价值调增和产生这个新增 无形资产 所带来的这个地盐所得税负债 然后长期债务 这一块如果进行再融资呢 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 长期负债 然后另外呢 还需要加上我们由于 此次并购交易新发行的债务 另外呢 由于新发行债务产生的这个 未摊销的发行费用 会作为这个长期债务的一个抵减项 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上 接下来 股本这块 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股本 这个标的公司原有的股本 是负的哈 可能是他的这个资本公积这块 负的比较多 把这个 是说资本这块都减减掉了 然后 需要加上 由于此次并购交易新发行的股票 同时呢 需要减去股票发行费用 然后下面留存收益 团案需要减去标的公司原有的留存收益 然后呢 还需要减去 此次并购交易的交易顾问费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三个费用 不同的处理方式 这个交易顾问费 我们是从这个留存收益当中扣除 然后发行股份的费用呢 我们是从资本这一块 也就是从这个 其实是资本公积这一块进行扣除 然后债务发行费用呢 我们是作为这个长期债务的一个抵减项 来进行处理的 OK 调整项这一块 我们已经都填好了 然后火冰公司第零年的资产负债表呢 就等于收购方 加这个标的公司 再加上调整项的数额 其实这块的关键就是 调整项的计算 不要漏掉某个调整项 大家在自己搭建模型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调整项也可以按照我们之前上课时候 给大家总结的一项一项对过去 防止有漏掉的情况 这里一定要保证这个 合并公司第零年的资产负债表是配平的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哈 OK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 合并公司的财务模型这一块 也就是整体的三张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呢 我们都从这个预测期第一年开始 然后资产负债表呢 我们从第零年开始 第零年就是我们刚才 已经准备好的这个 期初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直接连过来就可以了 那首先我们来还是看一下 这个利润表这块吧 总体的一个大的思路呢 也还是将这个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相关的项目 进行相加 然后在此基础上呢 进行一些调整 营业收入这块是 没有调整项的 然后营业成本也是 这里我直接按了Ctrl D 是因为我们在搭这个模型的时候啊 这个利润表的结构 我们就是保持一致的 这样就比较方便 当然我们在按Ctrl D之后 也要回头来进行一下检查 下面来看一下折旧 折旧这一块在对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的折旧加总的基础上 还需要加上 由于固定资产价值调增 所带来的这个折旧这部分 然后SGNA 这块同样也是 在对两家公司加总的基础上呢 需要对协同效应 带来的这个SGNA的降低的数 进行一个调整 然后摊销 其实是和折旧这一块是 一样的计算方法 得到EBIT 然后EBITDA呢 就是在EBITDA的基础上 把这个折旧和摊销加回来 这里注意正负号 然后下面这个非经常性收入 和其他收入这一块 都没有需要调整的数 可以直接对两家公司的 这个项目进行向架 然后净利息收入和支出这一块 我们暂时留空 另外索得税费用这一块呢 我们也留空 但其他相关的这个计算公式 我们可以先把它填进去 然后下面股息这一块 我们其实是在中间计算表环节 来讲细计算的 合并公司美股股息 是基于这个收购方原有的股息 然后按照每年我们假定的这个增长率 进行一个增长 然后下面合并公司 支付的总的股息呢 就等于美股股息乘以 合并公司流通在外的基本股数 然后下面股东信息这一块 我们就等这个三张表都完成之后 再来计算吧 下面来看这个资产负债表 第零年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可以链接到 刚才我们已经计算好的 这个起初资产负债表当中来 然后预测期第一年的现金 即等价物这一块流控 然后非现金流动资产呢 等于收购方和标的公司 非现金流动资产之和 然后进固定资产呢 需要调整这个 由于交易带来的固定资产价值调增部分 商域这一块的处理比较特殊一些 我们不考虑这个标的公司原有的这个商域 而是在这个收购方商域的基础上 加上 由于此次并购交易 新产生的这个商域 然后无形资产这一块 和固定资产的计算方法相类似 我们需要加上 由于此次并购交易 产生的这个新增 五行资产 其他长期资产呢 就是两家公司的家总 然后下面来看负债这一块 短期负债 同样流控 因为它和现金一样 会是资产负债表的一个配评项 然后非债务流动负债 这块同样是两家公司的家总 然后其他长期负债 需要对这个电锁的税负债 调整项 把它加上来 然后长期负债这块需要注意 等于收购方的长期负债 然后这里呢 需要分它是否会对标的公司 长期负债进行一个再融资 来进行一个两种情形的考虑 如果进行再融资呢 那就不需要加上 标的公司的这个长期债务 另外这个长期债务这块还要加上 并购债务的期末余额 然后未贪消发型费用 这一项会作为长期债务的一个 抵减项出现 然后股本 这块呢 是在这个 收购方股本的基础上 加上 由于此次并购交易新增的 股本这一块 注意不需要加上这个 标的公司的股本哈 然后 合并公司的留存收益 就等于 上一年 这个期末的留存收益 加上 本年的 经历论 减去本年的 股息支出 这时候这个资产负债表不配平 没关系哈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这个现金和短期负债这两个配平一项填进来 下面来看这个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当中的项目基本上可以从这个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当中连过来 注意这个正符号的问题 注意这个正符号的问题 然后 然后这个 这个营运资本的增加和减少的我们在中间计算表环节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计算拆分 来看一下和这个营运资本相关的有两项 是这个非现金流动资产和非债务流动负债 有很多东西 没有那么大的 那是最高的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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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OK 然后下面其他长期负债的增加和减少 这可以引用到这个资产负债表当中来进行直接计算 这里尤其要注意这个正负号的问题 然后下面资本支出 这个呢等于收购方和标的公司资本支出之合 然后下面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长期负债的增加值 这个是用本年的这个长期负债减去上一年期末的余额 然后同样计算资本增加也是两者之差 股息支付我们在这个利润表的最后已经进行了计算 然后得到这个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 以及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这三个现金流啊 是在我们考虑这个融资缺口前的 三者加总得到融资缺口前的现金流 接下来来看这个现金余额和短期债务这一块 第零年的现金余额和短期债务呢 等于这个现金减去短期债务 然后第一年的呢就等于上期期末余额加上本年产生的净现金流 OK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年这个现金余额和短期负债这块是一个证数 说明本年会有这个现金余额和短期负债务 然后不需要进行融资 以弥补这个融资缺口 然后短期债务这一块 应该是为0的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min和max的函数 来对这个现金和短期负债这块的数额进行控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议论表 嗯 还剩下一块是关于这个 净利息支出和税务费用这一块 这个呢我们在中间计算表当中 来分步骤进行详细计算 首先来看这个净利息支出这块的计算 合并公司的短期债务利率 我们首先从这个收购方相关的页面引用过来 然后这个收购方 长期债务利息支出 也可以直接引用 然后这个标的公司长期债务利息支出呢 受到这个是否进行再融资的一个影响 如果进行再融资呢 那不需要考虑标的公司长期债务的一个利率 然后收购债务的利息支出 发行费用的摊销 哦 这里注意一个正负号的问题 然后合并公司短期债务利息开支 我们使用这个期出和期末的一个平均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 合并公司现金利息收入同样 也是采用期出和期末余额的一个平均 然后这个净利息开支呢 就等于上面我们计算的这几项之和 然后这个净现金利息开支呢 就是在这个净利息开支的基础上 把这个非现金性的发债费用摊销 给扣除 下面来看这个所得税费用这块 这个收购方所得税费用和标的公司所得税费用呢 都可以直接连到他们向对应的这个项目上来 加总得到这个交易前所得税费用的一个总计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还要对交易产生的一些调整项目 对应的对应的对应的所得税进行调整 首先协同效应所得税 我们说这个协同效应是减少了标的公司的这个SGNA的支出 那它实际上是增加了合并公司需要付的这个所得税 注意这里还需要添个付号 然后额外利息开支产生的税盾 采用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净利息开支 和这个收购方和标的公司原利息开支的一个差额 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对应来进行计算 然后这个供应价值调整的税顿 其实就等于当期这个地盐所得税下降的金额 然后交易后所得税费用总计 就等于交易前的所得税费用 加上这一系列的调整项 Ctrl得到以后各年的说 这里有部分的说像这个合并公司短期债务 利息开支和现金利息收入这一块无法显示 因为我们还没有把那个资产负债表向后复制到以后各年 这个没关系 等我们复制过去之后这一些数就会显示正常了 回到这个利润表当中来 我们把这个利息收入和支出这块 链接到中间计算表当中 同样所得税费用这块也连过来 这里注意一下 由于净利息支出和所得税费用的计算 实际上是会引起这个循环引用的 所以我们想把循环引用开关也引入进来 我们对这个公式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循环引用开关我们赵利时放在了封面页 这里我们简单一点 假设这个循环引用开关是开着的时候 那就引用这个在中间计算表当中 利用这个期出和期末债务的余额为基础 计算得到的这个利息开支 然后如果循环引用开关 这个数额等于零 也就是开关是关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假设这个利息支出为零 就不会产生这个循环引用的现象 当然这是一个简化的做法 我们也可以像之前财务预测模型中那样 当这个循环引用开关是关着的时候 采用这个期出债务余额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这都是可以的 同样这个所得税费用这块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循环引用开关引入进来 由于这里所得税费用这块 在计算过程中 有一个额外利息开支的这么一个税盾 引用到了上面这个利息开支的计算 所以这个所得税费用这块呢 也会形成一个循环引用 OK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三张表都已经填充完整了 Ctrl R 复制到以后隔年 OK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 这里利息支出和所得税费用这块 是不是就正常了呀 然后检查一下 这个资产负债表这块 OK也是配评的 OK 现在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个 合并公司的财务模型的一个搭建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基于这个财务模型进行一定的分析 下面这个增长率 盈利水平 使用状况 回报等等的分析 大家可以刻后自己进行计算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里想跟大家再简单提一下的呢 是这个每股收益的计算 首先股数这一块 基本股数和西市后股数 我们之前都已经计算过了 可以直接引用过来 因此这个基本美股收益和西市型美股收益 我们也可以进行相应的计算 然后这个西市后美股现金收益 我们是在这个中间计算表当中 进行了一个计算拆封的 上节课我们也讲过 这个现金美股收益的计算的时候呢 是忽略了与交易相关的一些 非现金性的项目 说这个税后额外的折旧和摊销 以及税后发债费用的摊销等等 一下ун简先将来见 这里需要考虑这个税后的一个影响 同时注意这个正负号 然后合并公司流通在外加全平均股数 这个稀释后的股数连过来 就得到了这个现金每股收益 这个每股股息是 以这个基本流通在外加全平均股数为基础 来进行计算的哈 OK 然后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交易分析这个页面 我们对这个每股收益增值稀释进行了一些分析 然后还有所有权稀释的分析 还有是收购方信用状况的分析 首先来看这个每股收益这一块 我们已经把收购方在交易前每股收益和合并公司 报告每股收益都已经链接过来了 那么报告每股收益的稀释和增值 就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来 我们可以发现现在是出现了一个稀释的状况 那如果是每股收益进行了稀释呢 我们再来还需要来计算一下这个实现每股收益不变 所需要的额外的协同效应是什么样的 这个协同效应的计算公式 我们在上节课也给大家介绍过 然后同样的方法来看一下现今每股收益的增值和稀释 同样也是起到了一个稀释的效果 请不吝点赞订阅 那么如果我们对邀约溢价和股权融资的这个比例进行一定调整 这个美股收益稀释或者增值的影响会有什么变化呢 那我们下面就要进行一个敏感性的分析 那这个敏感性分析表 然后我们在交易条款页面已经进行了一个计算 因为这个模拟运算表必须和它这个横纵两个变量放在同一个页面 所以这个敏感性分析的表格原表格我们是放在交易条款这个页面里面的 然后在交易分析页面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数据给引用过来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交易结构 以及交易融资结构以及邀约溢价的情况下 这个美股收益会分别怎么样的变化了 接下来来看这个收购方元股东股权稀释的分析 收购方和标的公司的市值我们之前都已经进行了计算 然后股票信息这块向标利公司股东发行的新股呢 我们也已经计算好了 这块基本上都是把前面的树给连过来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定的分析 然后标的公司被收购的股数呢 就等于他这个流通在外的股股数 这个稀释后的这个股数 对于标的公司而言 这新股换旧股的比例 同样也可以计算出来 然后收购方在交易后流通在外的股数呢 就等于新发行的股数 加上交易前流通在外股数 那么在交易后 这个原收购方股东持有的股币 和这个标的公司股东持有的股币 就是在合并公司当中持有的股币 就可以相应的计算出来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这个收购方 原股东的股权稀释 进行一个敏感性分析 同样是针对这个股权融资比例 和邀约溢价这两个变量 这个敏感性分析表格 我们在这个交易分析页面 也已经完成了 直接把它引用过来 然后下面来看一下 这个信用状况这一块 这个收购方和合并公司的一些财务数据 这个EBTA净负债之类的 我们已经连过来了 我们可以来计算一下这个比率 净负债除以EBTA 对3.1倍 然后这个EBTA除以净现金支出 这么一个覆盖率是4.9 然后合并公司层面 这个净负债我们之前没有算 我们回到前面计算一下好了 净负债等于 短期负债 加上长期负债减去现金 然后同样的方法来计算一下 这个杠杆率 然后在杠杆率这块呢 同样我们也可以进行敏感性分析 然后在杠杆率这块呢 这里进行敏感性分析的比率 我们可以选择杠杆率或者是利息覆盖率 我们可以用一个if条件来控制 杠杆率和利息覆盖率的这两个敏感性分析 表格我们已经都在交易条款页面完成了 在杠杆率里面有关关系的方法也就是可以用一张很多的顺度 现在我们增加项钱的升基金 还没有在柠杆里面改正的东西 就是 queremos用1万一的股票 我们可以用1万3d4的股票 我们可以用2万一的股票 不可以用2万2万一的股票 我们可以用2万4万2万2万1的股票 我们可以用2万3的股票 OK 来看一下我们选择这个覆盖率的时候 这敏感性分析表格就变成了 针对这个利息覆盖率相应的敏感性分析了 OK到这里呢 我们就完成了并购模型整体的一个搭建 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